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雪佛 那我也今天要來教大家 嘟嘟唇的小tips 擦口紅的時候我都會 在下嘴唇的地方擦多出來一點點 讓它看起來比較飽滿 有時候我喜歡有點漸層 就是腕面比較粉嫩的顏色 然後中間再帶一點比較深的紅色 就看起來有漸層色的感覺 這個它的外型是霧金色的 要講牌子嗎 還是大家就是自己去找就好了 對 然後這個色號是330 第二個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女孩子出門都會帶小包 但你要多種口紅的時候 例如像我有時候想要漸層色的時候 你要帶很多孔 我覺得是比較不方便的 那我就會很喜歡像這種唇盤 超可愛的 然後你想想它第一個是 可以先打底遮瑕把唇色蓋掉之後 再從比較深的顏色開始 像深的顏色有時候我會畫在唇線 然後再慢慢的用比較大面積的顏色去帶 然後去壓 讓它看起來有漸層的感覺 這個第二個顏色可能就可以壓在 這個是什麼 唇珠唇的中間 看起來比較立體 對 Finish